我們來看到今天呢 陸軍的軍演就不見收兵 而且呢 共建陸了領海 但是呢 塔利班卻喊說是假的 這是鴕鳥心態嗎 好 我們就接下來看到 因為中國科技公司呢 公布了一張的衛星圖 那麼這一張的衛星圖呢 指說南清艦呢 在5號距離花蓮和平發電廠的距離 直線的距離非常的短 只有11.78公里 那這個部分呢 是已經到底是不是 已經算是進入到了台灣領海呢 意思就是說 這個南清艦呢 是深入到了花蓮海域12海裡內了 也就是進入到了台灣的領海中 好 我們就來看到 國際海洋法的一個定義 所謂的領海呢 就說12海裡以內呢 海域船舶是可以無海通過的 那另外一個是領海呢 這個領海領接區域呢 12到24海裡 那這個部分呢 是船舶也是可以任意的通過 但是不可以進行軍事的行動 也就是不能軍演 好 我們首先就要問一下介大使 因為我們看到呢 陸軍的軍演到今天 好像看起來沒有收兵日 但是呢對於這個共軍 共建的陸林海 國防部今天說這些都是假的 假的訊息 再次的說沒有 但是呢在軍演之後 是不是真正的第二波的重點 其實是在雙方的文宣戰 認知戰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可能是在 接下來第二波的重點 但是呢今天的國防部開的記者會說 根本沒有這是沒有的事情 所以呢是不是也有一點鴕鳥治國的心態 那個現在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要等日本方面公佈資料 才會知道到底有沒有 還要等日本公佈資料 對啊因為上一次我們國防部說 飛彈沒有從台灣上空飛過 後來日本公佈了一個資料 就打臉我們國防部啊 結果國防部就承認啊 那所以現在到底有沒有的話 我覺得看看日本資料怎麼說吧 日本應該現在我們網友都說 這個事情要等日本公佈資料 日本公佈資料就知道有沒有 不過這個我們講這個11.78公里 這已經在領海範圍了 我們的領海算海里是12海里 算公里大概22.2公里 22.2公里 大概就進入22.2公里 離我們陸地就進入我們領海了 那就是說海洋法公約 這個無害通過 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我們自己的 我們我們我們中華民國 有個領海及領街區法 我們自己公佈的法令 你知道一般的船隻是可以 無害通過 可是有一種船隻不行 軍事艦艇 軍事艦艇要進入我們領海 不能行使武害通過 他事先要報備 報備 跟誰報備 跟中華民國報備 是要跟我們 但是如果他是軍演的話 怎麼可能跟我們報備 沒有就是說你任何軍艦 要進入中華國領海 按照今天中華民國領海 及領街區法律的話 你要報 你們要報準 你要報備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美國以前就是說 我們這個法律的規定 是所謂過度主張領海權的一個 我們是過度主張領海權 那不過我們法律是這樣規定 所以今天就是說 我是覺得第一個啦 這個國防部就每天講說 如果人家沒有來就對了 那你乾脆頭裝在SARS裡面 誰都沒來啊 你眼睛閉起來也都誰都沒來 飛彈我們眼睛閉起來 說飛彈沒來 今天在外太空 我們沒看到 外面太吵了 你就把耳朵蒙起來 就不吵了嘛 對不對 你覺得人家都走你面前過 你不想看到 你把眼睛閉起來就好了 不過上一次說謊 實在是不太對 可是那個不是國防部在說謊 就是飛彈經過 台灣頭頂上的那件事情 那一次現在外界都在 很多報道都說 我們國防部是要公布的 應該要資訊透明化 應該要讓老百姓知道 有高層國安官員 基於政治考量 我在想什麼政治考量 基於選炮考量啊 不准國防部公布啊 而且叫國防部說謊 說沒有經過台灣的 結果人家日本 第二天一公布以後 我們全台灣網友都在說 以後不要聽國防部 公布的消息了 看日本怎麼公布 所以這個有沒有進領海 我覺得我們等日本 來公布一個資料好了 這樣子可能比較 大家比較會信 這實在太酸了 就是說我們自己 對於國防的資訊 對於這個飛彈道 有沒有經過我們的領空 對於這個船艦 是不是軍艦有沒有 進入過我們的領海 居然是要靠日本方面 提供訊息 我們才能夠確認 才能夠真正的知道 這也實在太好笑了 不過這個其實 也沒有好爭論的 現在基本上蔡英文是躺平的嘛 其實蔡英文 那個我們有一位這個 有一位比較偏綠的一個作家 已經寫了一篇文章 用十問 叫苦林嘛 他寫了十問 用十個問題來問蔡英文 他前提是什麼 他說蔡英文你不要裝了 你不要裝沒事 連親綠的作家都自己這麼說 苦林啊 苦林寫的啊 然後他寫了 他說請蔡英文你不要再裝沒事了 我問你十個問題 你請你答覆怎麼辦 大家可以到報紙上看 這個他寫了十個問題 所以蔡英文現在是躺平間假裝沒事 然後還在過父親節就這樣 我們現在全世界現在大家天翻地覆 然後我只是有一個問題啦 真的是他要答覆一下啦 這個真的是抗中保台 現在要保台啦 現在他保台他躺平是什麼意思 這應該要保台的時刻 卻沒有出來保台 他是躺平保台嘛 那你還要逃走保台嗎 現在是保台時刻啦 請問一下你怎麼保台 而且最大的問題 他以前天天說台灣很危險 所以要我們多出點錢 給他買武器 對不對 這個國防軍費從3000億 一年變成4500億 還不夠 還額外花了6000億 跟美國買一大堆武器 請問一下現在保台時機 你那些錢花哪裡去了 請問一下蔡英文 你錢花哪裡去了 然後呢過去那些 我們的保台大將對不對 我們講一位大家都很清楚嘛 對不對 保台大將叫林常佐 還有一個叫林非凡 人家烏克蘭被俄羅斯打的時候 他都說我們台灣人 現在通通是烏克蘭人 我們會為台灣一定會 對為台灣保衛台灣占到底 請問他們現在有沒有去軍隊報導 國防部有沒有開一個桌子 他們趕快投筆從容吧 我不知道他們在忙什麼 他們好像最近都沒有什麼聲音 林常佐在忙什麼 他兩個都沒有當過兵 別人當兵 別人都要去當兵 他們都不要當兵 然後他說我們那個時候 很多都是不需要當兵的 哇有這種理由 好啊那個不管了 過現在他們說要為台灣占到底的 我就講林常佐跟林非凡 你們到哪去啊 你們是躺平了嗎 那你躺平你當時為什麼要講 那麼肯定呢 對不對 那你今天保不保台 你現在說穿了就是抗中保綠嘛 你今天這件事情從頭到尾就是怎麼樣 就是蔡英文為了選舉 跟著裴洛西一起搞了一出戲 在台灣又給他勳章 又給他把張宗謀什麼都送給他 給他幹嘛他在當媒婆啊 現在我們台積電在台灣 過得太舒服了 要把台積電送出去啊 搞了這麼一些 然後在那邊 我們那個1450 那個時候一大堆高興的不得了 說這個啊 培洛西降臺 啊 大陸紫老虎 現在誰是紫老虎 躺平的是紫老虎 還是軍演的是紫老虎 請問紫老虎現在有兩隻 都姓林 一個林常佐 一個林非凡 他是不是紫老虎 不是紫老虎 就請你今天站出來 披上彩帶 光榮怎麼樣 投筆從榮 到第一線 不要老實靠我們 我們那一些 真的被你們 被你們要送上戰場的這批人 我們的今天18萬的軍 我們軍隊 有這些有志願意的 有義務意的 現在被你們要送到戰場 就是你們在那邊鼓吹的啊 應該要來點名一下 民進黨內 有哪一些人應該要趕快 這個時候要上戰場了 政治人物天天鼓吹戰爭 你現在戰爭來了 天天你要保台了 對不對 你保台了 請問你到哪裡去了 林非凡 呼叫林非凡 呼叫林常佐 還有一個 陳柏惟先生 陳柏惟 哇 那3Q不得了 那個抗中保台不得了 而且人家針對你們來的 大陸今天來講 第一個是針對裴洛西來 另外跟對台獨來的 你們都主張台獨 那現在你機會來了 你有保台啊 人家來找到你啦 找到門口啦 你不能把那些不主張台獨的 我們國軍的那些 這是在為中華民國而戰的 你把人家送到戰場是什麼意思 你應該最先站出來啊 這些人現在都沒有聲音了 真是奇怪啊 不是沒有聲音 人都不曉得跑哪裡去了 人都不曉得跑哪裡去了 可是在背後忙著要選戰吧 他們就是抗中保律啊 現在台灣有難啊 也不抗啊 對不對 還在那邊算選票 你今天蔡英文 你說大家怎麼樣 你進去看看綠色媒體 我剛才跟我們講的 完全不一樣的故事 綠色媒體 我今天在聽收音機 他說 韓國已經開始譴責了 韓國準備要出兵了 韓國準備要出兵 對啊 你說親綠的媒體 現在全世界都要聽 韓國要出兵 對對對 全世界都要替台灣打仗 你以為 這是什麼樣的大內宣 那什麼事情 烏克蘭就反攻了 快要贏了 對對對 我看到你現在 我今天聽那個收音機 我說有沒有搞錯 是不是大家在同一個時空 全世界現在要替台灣打仗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